古奶奶包的超花粿与众不同的地方是 它包的是高麗菜干 而且还加上花生糖粉哦 这种口味的超花粿咸甜焦汁 非常好吃 你吃过吗? 这是超花粿的主要食材和数量表 请参阅 首先高麗菜干先泡水洗净后再切成小段 红葱头则切成片状 锅中先倒入油 油热后再放入红葱头 然后用小火把红葱头煸香 煸至红葱头的颜色变成金黄后就可以捞出了 我习惯油葱酥多备一些 如果用不完可以放到冷冻库保存 接下来就用煸过油葱酥的油来炒内馅 首先先把虾皮炒香 虾皮炒香后再加入绞肉煸炒 煸至绞肉的颜色变白后就可以加入米酒 酱油和胡椒粉 然后加入高麗菜干拌炒均匀 煸炒均匀后再加入约半碗的泡过香菇的水 然后再加入糖和少许的盐巴 然后再加入糖和少许的盐巴 在盖锅焖煮至汤汁收干 汤汁收干后再加入油葱酥拌炒 然后倒入太白粉水 这样内馅就做好了 可以盛出备用了 接下来开始做外皮部分 首先倒入糯米粉 再倒入再来米粉 再放入薯葱炒粉 然后加入两大匙的糖 再加入滚水拌匀 再慢慢加入冷水揉成粉团 揉成粉团后外皮就完成了 先用保鲜膜盖住保湿 然后再把三大匙的花生粉 和三大匙的二砂糖 混合均匀 混合均匀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包糙花柜了 首先先取约60克的粉团 在掌心中压扁 然后放入约半汤匙的花生粉 和两汤匙的内馅 然后再用虎口 慢慢将外皮收紧 捏合成为一个圆球状 �污染 做完后就可以放入蒸锅 准备蒸煮了 用中大火蒸25分钟 时间到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包着高丽菜干的焯花柜就完成了 这样的焯花柜有着咸甜焦汁的口感 真的是好刺激了 这次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您订阅 你的订阅是我最大的鼓励哦 谢谢你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